古堡家商时尚造型科举办模特儿台步比赛 有编于过去的奢华造型风格 今年以流行服饰为主 学生从日常生活中搜集流行资讯与素材 再结合所学完成整体造型设计 配合着音乐在伸展台上走出自信步伐 表演者沉稳台风与精致妆容 让人看了世目不转睛 三重区古堡家商时尚造型科举办模特儿台步比赛 今年舍弃过去奢华风格 改以时下流行服饰为主 对我们今年动态的部分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同 因为我们往年都是以比较夸张的造型 来做一个成果的展示 那今年我们希望就是以时尚的角度 让学生能够自由的发挥 然后以那个时装的造型来展示他的一个台步 所以我们着重在他的一个肢体的部分 那我们的肢体因为今年我们也有请到业界的那个模特 来指导我们学生 除了时尚造型科的比赛外 另外多媒体设计科也借着展演机会 于周边展出各年级的专业课程作品 像是人像Q版速写、3D动画、VR虚拟实境、文创商品等 那我们这一次的作品主要的主题是就爱玩设计 然后基本上是集合了一、二、三年级他们的作品展示 那一年级的部分我们就是基础的描绘 那二年级的部分就是有比如说影音、影像 然后还有就是影片制作、动画设计等等 那重头戏就是三年级的他们的毕业专题成果展 然后他们这一次还结合了除了影片制作、剪辑之外 他们还自己拍了比如说像微电影的部分 或是影片影音的部分 然后自己配乐 然后还有就是包含创造他们自己在地的一个文创的商品 然后包括一些出的周边的商品 就是推广我们的新北市的一个文化特色 古马家商校方精心规划比赛与展演活动 希望让学生从中展现课堂所学 同时也能精进自身能力 记者方静凯带华三重采访报导